那些人,那些事,那些故事 大家好,我是游二 今天我们故事的主角是主播叶剑一枝花 人美歌田陈一发 除了人美歌田,她还是斗鱼首席段子手 内裤的少有种穿法 我叫陈一发,身高一米八 这些经典语录都是出自发解 她有电竞甲铃和电竞长泽雅美之称 会聊天唱歌又会打游戏的陈一发 也被称为斗鱼一姐 这种声量在童话镇单曲发行后达到顶峰 自开播以来 陈一发在瞬息万变的直播圈红了三年多 她的斗鱼直播间有440万人关注 直播时在线人数超过60万人 可惜,发解从暴红到暴毙只在一夕之间 主播走红需要在直播行业多年的耕耘 跌下神坛却在刹那间 发解,这个孤独时代的宠儿到底发生了什么 赎金的她还好吗 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发解 陈一发,1985年10月13日 出生在重庆的一个教师家庭 她从小喜欢唱歌 小时候想象过成为惠特尼·休斯顿 玛利亚·凯利这样的歌星 父亲是语文老师 耳濡默然中 陈一发从小就古灵精怪 喜欢要闻嚼字 那年刚热播完的环珠格格 她在家里找东西没找着 她便模仿剧中人物的腔调 给母亲写了封信 额娘,此物欺生,便寻不着 2014年,陈一发还在重庆一家建筑设计院做工程师 靠化CED谋生 因此被戏称为成功 偶然,她看到斗鱼平台上的女主播打游戏 跟同事随口说了句 我打得比她好 同事就接她 有本事你去啊 后来由于房地产不景气 她就尝试业余时间做直播 2014年10月 直播一个月后 陈一发在微博发了一张 关注她的人群属性图片 20到29岁的男性比例超过70% 她在微博上写道 成功引起了一大波失离男士的注意 有人问她 发解 那若干幼迟怎么办 她说干儿子 于是发妈妈名号 由此在直播江湖诞生 发解的粉丝普遍素质和学历 比其他女主播的粉丝高 还有不少为海外留学生 这主要源于发解自身的素质高 其他女主播为了补出位 要么卖萌发点 要么走性感路线 所以新一来的都是喜欢那一套的水友 发解不限于那些套路 在她看来 那种套路太low 都对不起她受过的九年义务教育 她的特点是擅长单口相声 我是陈一帆 身高一米八 一个内向的胖子 一个命运多舛的天才妇女 这些是她在直播和微博上的自我介绍 陈一帆会用CAD做图 与网友讨论 一条三角裤到底最多 能穿几次 她会说 我去厕所 出来以后手上有水 你们说我尿手上了 手上没水 你们说我没洗手 闹哪样 于是她被水友称作 德云社陈一帆 和斗鱼首席段子首 许多粉丝说 还真不是缠发解的身子 就是太喜欢 她随时随地的段子 漂亮的皮囊 千篇一律 有趣的灵魂 万经难求 加上发解的英文也还行 直播中加带几句英语 让她的直播更加有趣 主播会为了讨喜观众 去掩饰粉饰自己 一天两天可以伪装 但成功一周播五天 一天五小时 一年就是 1300左右个小时 时间长了 自然看得出主播 是不是真诚 发解高情商 性格豪爽 把自己与观众的距离 拉到最小 会和粉丝们称兄道弟 而且她待人皆无真心 对大多数话题不回避 会很真实地表达 自己的观点 无论是愤怒 还是惊讶 或是嘲笑 发解的口无遮拦 让她稀奋无数 但最后也害了她 成也口嗨 败也口嗨 2016年 这一年对发解很重要 这时她的主播收入 已经轻松过百万了 这份兼职收入 已经远远超出了 她的主业收入 于是这一年 她做了几个重大的决定 第一个决定是 从建筑设计院辞职 然后瞒着父母签约斗鱼 只身闯荡上海 成为一名全职游戏主播 父母曾经是教师 在她中学时期 父母辞职创业 把一间便利店 做成了连锁店 可好景不长 在大超市的竞争下 家里的生意开始赔钱 所以父母觉得 当建筑师是一份 有保证的工作 后来发现女儿决定 不做工程师 要以打游戏为生 他们起初觉得难以理解 第二个决定 是发解把自己买的 第一套房子 给父母居住 2016年年中 发解在重庆 买下了第二套房产 作为投资型公寓 发解很有投资意识 重庆的房价 当时才7000亿平米 她买完就涨了 发解的第三个决定 也是最重要的决定 就是演唱童话阵 这成为她事业的一个巅峰 那么 这是一个怎样的 因缘巧合呢 成为全职主播后 发现每天 花大量的时间 筹备直播 而且她开始 几乎苛刻地结实 过分在意容貌 漂亮是主播 受欢迎的前提 陈一发曾经 在采访中直言说 观众是肤浅的 你不好看的话 没有人在意你的才华 何必去测试人性呢 我们就是一个 小型娱乐圈 可在外人看来 这些是她缺少 安全感的表现 招生慕斯的直播圈 让发解感觉 没有安全感 这时有人向她推荐了 水友作词 暗杠作曲 童话阵 当时陈一发 在网易电台 上传了几十首翻唱歌曲 她想在音乐上 有所发展 但没头绪 所以 当她听到这首 旋律婉转新兴的歌 很被打动 她决定试试 于是就有了 陈一发版的童话阵 没有想到 这首歌2016年 9月28日上线 立刻开始 病毒式的传播 到年底 她的播放量 冲伤了网易与音乐 2016年 Top100音乐总榜单的 第一名 第二名和第三名 依次是薛之谦的演员 和周杰伦的 告白气球 发现一个业余的选手 却KV了所有专业歌手 一时间 陈一发的童话阵 成为直播圈和音乐圈的 现象级事件 无数人想复制她的成功 童话阵让陈一发的名气 冲破了直播圈 闯出了大众和主流 唱片业的视野 童话阵火了之后 很多人来找她合作 有人直接就要跟她签 五年十年的合同 出七八张专辑 开几百场 线下演唱会 这些邀约把她吓坏了 2017年5月20日 发解发布第二首 和暗杠合作的单曲 阿婆说 阿婆说上线后 直播间掀起了一轮狂欢 长达半个小时 67373直播间 满屏飞舞火箭 当晚成功收到几百个火箭 价值高达几十万元 日进抖金的故事 在这些顶级大主播身上 不是传说 但是发解依然保持 起初做工程师的生活方式 熟悉她的观众都叫她 陈一抠 低梯打车 只要遇到要乘以1.2倍 她宁可坐公交车回家 那时陈一发和二科 大表姐冯提莫 合称为斗鱼F4 或者斗鱼四美 冯提莫唱着小鸡BBB 大表姐用死了都要爱 去感化观众 而二科对着话筒 清纯唱歌 有趣的发解主要靠讲段子 是一个行走的段子手 我们曾经做过斗鱼四美金和载的视频 想了解她们近况的朋友 可以点击右上角的链接 那时 斗鱼一姐花落谁家 最激烈的竞争始终在冯提莫和发解之间 这两个女主播走的是非常不同的路线 都有自己的忠实粉丝 有人喜欢冯提莫的清秀可爱 也有人喜欢发解的有趣灵魂 到了2018年 这一年发解和提莫两人都不顺利 2018年6月冯提莫首当其冲 经历了会计们 接着7月在瞬息万变的直播圈 红了三年多的陈一番 突然被举报 两年前的一段直播秀片段 在全网散播 导致她被封杀 不能活跃于网络 当时许多人都被惊到了 因为发解 一直以来都被认为 最不可能被封杀的那一个主播 经常有主播爆粗口讲脏话 发解 言谈举止闻名 经常有女主播搔手弄姿 以博取眼球 发解则一直是 穿最多衣服开最快的车 这些都是大家喜欢她的理由 这些也让发解 成为了一名长寿主播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最不可能被封杀的 辣个女人当场凉凉 2018年7月31日 有网友以视频为依据 向江苏网警举报了陈一番 说她将南京大屠杀 这一民族惨痛回忆 作为调侃项料 10分钟后陈一番立刻发长文道歉 事发7小时后 斗鱼发布了处理公告 表示要封起直播间 从陈一番不到言论被扒出 陈一番公开道歉 再到斗鱼发微博说 严肃处理 直播间永久封禁 这个时间之短 如同咒语来袭 斗鱼的立场也被外界视为摆脱 对天价头部大主播依赖的信号 接着各大音乐网站也将陈一番的歌曲全数下架 然而更加细思极恐的是 发解两年前的直播秀怎么突然被扒出 背后推手是谁 这一段举报视频是2016年的直播录像 虽说互联网是有记忆的 但记忆也不是一下子就能恢复的 发解接近四年累积下来的直播录像 如果不是有人 夜以继日地看录像找证据 是找不出来的 就这样 发解的不当言论被人翻箱倒柜找了出来 再断章取义夸大其次一番 而且偏偏选在这个时间点 偏偏选在斗鱼公司上市前夕 还是建军节前一天举报 选择这个时期举报 肯定不是为了发解 引以为戒下不为力 而是为了发解再无下次 牺牲掉一个没有什么后台的女主播 中错了斗鱼 那么到底是谁以名义之名 谋一己之私呢 这个问题有好几个版本的回答 一直没有个确切的说法 所以我们在这里也不做推测 避免成为三人城湖中的一环 喜欢发解的粉丝们 对于这个结果黯然沈伤 又无力挽回 他们只能在2018年9月11日 也就是陈一帆 斗鱼直播四周年的纪念日 在发解被封的直播间 赠送火箭等大额礼物 发送祝福弹幕 当日直播间热度一度达到 324.5万 对此斗鱼表示 陈一帆直播间 也不能发送弹幕 但用户仍可以进入直播间打赏 只是主播不能进行 正常的礼物结算 9月14日 斗鱼将陈一帆直播间礼物系统关闭 用户输入陈一帆 获其直播房间号 67373搜索 均无相关内容 2019年7月17日 吕四传要上市的斗鱼 终于登陆了纳斯大客 出现在陈少姐身边的四大主播 是分别代表主机游戏板块的女流 代表DNF板块的叙叙宝宝 代表DOTA板块的YYF 代表露阿露板块的PDD 四位主播 流程的主播贴大的平台 斗鱼的主播 经历过多轮洗牌 曾风光无限的斗鱼四大歌机时代 也已一去不返 直播行业新老更替很快 没有人能一直活下去 你方唱罢 我登场 陈一发 当然没能幸免 其实其他主播们 也没能成为例外 也陆续离开 只是离开的方式不同 当初跟陈一发竞争 斗鱼一姐的冯提莫 虽然经历了会计门 被认为可能从此风光不现 没有想到 后来因为发姐被封杀 斗鱼几须优质女主播 冯提莫表示 会归还自己 获得的那部分打赏 这事就不了了之 她不仅逃过一劫 反而得到斗鱼重用 意外成为最后赢家 成为了斗鱼一姐 2019年与斗鱼姐约 冯提莫以5000万 被B站签奏 成为发展最好的斗鱼主播 而陈一发 则彻底地消失于公众视野 一个走向巅峰 进入演艺圈 一个跌落跌骨 打回现实 两人呈两极化的发展 令人唏嘘不已 时至今日 在有关陈一发的帖子 或文章下面 只用不少人留言 想念发姐 我们也曾做过 斗鱼F4的专辑 同样有很多网友留言 表达对 辣个女人的思念 被打回现实的发姐 现在好吗 有人说 她捡回了设计老板的行 也有人说 她与人合伙 当起了幕后老板 现在两年过去了 今年她也35岁了 希望她一切安好 在她离开直播界一年后 她曾说过 我现在很好 前几年都没这么认真的感觉到 生活的日常 原来是那么的美好 其实过过小日子也挺好的 可能也少去很多烦恼 只是 真的很想再听她唱一次 童话阵 可惜 江湖再无成一发 童话阵 一曲成绝唱 我是游儿 我们下个故事不见不散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